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号高峰 12号胡建平 13号吕军 14号周宁 15号邓乐军 16号李鸿正 17号韩旭 28号水梨荣 上海深花队 1号蔡建林 2号姚俊 3号程耀东 4号吴承英 5号范志毅 10号刘军 11号李小 12号陆伟 13号毛义军 14号深思 15号吴冰 16号朱炯 18号朱祁 19号是程海峰 20号是大家还不是非常熟悉的谢辉 22号贾春华 23号瓦罗佳 24号是莎莎 主裁判是李英明 上海深花队在全场比赛当中 始终体现了拼 逼 围的战术特点 在中场和前场加强了拼抢 寻找战机 北京后防线不稳固的弱点在上海队的紧逼下 暴露的十分突出 失误较多 漏洞百出 穿蓝色球衣的是上海队 咱们看看 传出来 解围了 十一号李晓一个冲顶 跑得非常及时 十一号 这是快马 这球被破坏掉了 这场比赛北京对后防的漏洞相当多呀 二十三号是瓦洛佳 传中 好 这个球由五号范之逸冲顶 一号李长江 这个球也举手打招呼了 是漏进的网顶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十一分钟时 五号队长范之逸 高高跃起 冲顶 这个球进了 大脚开出 这个球非常可惜 打得门没上头 北京队呢 这场比赛有很多机会 可惜都没有把握住 瓦洛佳传球 这球李小 左脚一脚进射 进网了 俩人非常高兴 你看 竖起大拇指说 这个球传得多好 李小这球本来汤大了 可是他还是拼命地跟进 一脚进射进网 转中 这球 这球 北京队队队员守球了 进球不算 进球不算 而且是在守门员蔡建林 压住这个球的时候 愣是从他的手下抢出来的 又是脱手 李小跟进 这球进了 李小非常高兴 这个球呢 是在比赛进行到第六十五分钟时 李小快马杀到 捕射进网的 小将德勒军为北京队搬回了一球 五分钟以后 曹贤东把比分搬成了2比3 他一脚进射 打得非常漂亮 现在比分是2比3 比较接近了 这场比赛 双方拼抢 还是非常激烈 第82分钟 俄罗斯选手瓦洛夏单刀附会 再次拉大了比分的差距 这场比赛呢 瓦洛夏和莎莎 两位俄罗斯选手表现非常突出 打得还是相当冷静 最后一分钟 北京队8号曹贤东再入一球 3比4 尚爱队以4比3 结束了这场比赛 5号泛之一没防住这个球